今天咱们的训练是腰腹 主打的就是腰线 也就是这个小折脚 所以你看我胖那么少 看我的腰开始在的 对不对 而且我的肚脐是在上 你看我的腰是在上 在我的肚脐这么上 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腰练出来 并且把这个腰线提高的话 你的身体比例自然都是好的 所以今天的动作特别简单 一共就四个动作 跟各位一块来练 还有就是腰腹训练这一块 我除了做今天的这个动作 我每天会加练 就是我招待里面的那个马甲心课程 因为那个里面所有的动作 也都是我们自用的 有效的一些动作 所以那个就单独放出来了 我们今天先来练腰这一块 一共就四个动作 收紧核心 沉肩站稳 第一个动作 先把右腿和右胳膊向旁边伸直 侧弯腰让手碰到小腿 手腿相处的时候吐气 舒展的时候吸气 训练我们右边的腹斜肌 手脚相碰的时候腹斜肌缩短 然后打开的时候腹斜肌拉长 对不对 肌肉就是在我们这种 不断的收缩的刺激当中训练出来的 最主要的就是稳定身体 你把注意力还有力量 放到前面的这一条腹斜肌上 后面的腰椎不要跟着晃来晃去的 好 第二个动作 还是练我们右侧的腹斜肌 提膝用手肘碰膝盖 还是手腿相碰的时候把气吐进 舒展的时候吸气 道理和上一个动作一样 这个动作比上一个动作的幅度要大一点 身子要稳 不是让你后面的腰去左右摆 是用前面的腹斜肌发力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第三个动作就来做对策的了 左腿提膝碰右手肘 训练左边的腹斜肌 所以你的手腿相碰的时候 你有一种旋转向下卷腹的感觉 还是碰的时候吐起 打开的时候吸气 第四个动作是一个对角伐木 你就感觉你的手里有一把斧子 向右先高高的举起来 然后向左砍下去 收紧核心用腹部发力去举斧子看这棵树 然后我们换到另外一边做相同的这四个动作 挺简单的 先是把手把腿伸直同侧的相处 做的时候身体要成中立位 并且收紧核心 让身体保持稳定 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和力量 全部放到你的两条腹部发力 全部放到你的两条腹斜肌上 不要用腰椎法力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对角的收皱和膝盖相处 接着 两条腿 第四个动作 拿一把斧子去砍树 好 但是还没有完啊 我们把同样的动作来到垫上再做一遍 因为直立基本上只练习到了我们的腹斜肌 而在垫上又增加了一个腹痕迹的训练 也就是深层核心 腹横肌紧致才是缩小腰围的关键 这个支持点我想过不止一遍了 侧支撑把核心收紧 爱指稳了 先来一个直腿相处 垫上的稍难一点 每个动作做12次就可以 肯定比站着的要稍微难一点 因为它不止要控制你的腹斜肌 更要你的深层核心发力 并且你的背还有肩 以及胳膊都要用力 对不对 然后来弯腿手肘和膝盖相碰 像垫上的这几个动作 就是标准的普拉提 普拉提就是你各个小的肌肉群 控制以及协调 它不光练习到了一块肌肉 好 稍微来歇一些 把手甩一甩 然后我们再来做对侧的第三个动作 还是侧支撑 把两条腿伸直 上面的那条腿在前 然后来对侧的手肘膝盖相碰 碰的时候还是要特意的向下卷曲一下腹部 因为我们主要练的是腹斜肌 最后一个动作 稍微降一点难度 我们把两条腿弯曲 用膝盖支撑地面 然后把手向上打开 向下卷曲一下腹部 然后再打开 的确是两个月没练了 身体强度不够了 我以前做这个动作 两条腿都是伸直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完全伸直不了了 来手向下的时候 去旋转扭曲你的腹部 然后向上的时候打开 好好好 翻到另外一面 做同样的这四个动作 今天的训练就完成了 这相比较我之前发的训练 强度已经很低了吧 反复练四点 效果最好 很多朋友问我 能不能出一个长视频 其实我每一天的训练 就是手发视频 反复四遍 你再加上中间的休息 差不多也得四五十分钟 动作不能单一 比如说一个动作 做一百遍 这肯定不行 但是也不能太花哨 就是肌肉的刺激度 你要给到位 所以我觉得四遍 是最合适的 在吃上一日三餐 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零食饮料水果 我什么都没有吃了 就是一天只吃三顿饭 但是我的主食 是以馒头花卷和玉米为主 我没有吃米饭 因为我发现 我吃米饭就会胖 吃馒头就没有什么事 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吃米饭 第二天会掉秤 吃馒头反而会长 所以你们也可以找一下自己的规律 但是碳水一定要干净 还有单一 像包子啊 馅饼这一类就不行 吃馏头反而会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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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